官方剛剛發布的這張圖是預告明天的GNN 沒錯 合作結束之後就是自家系列了 三等召喚師的革命 我看到有人在粉絲欄底下留言滿快的 三等是等什麼 等延上等上修等補償 那講到合作的話 今晚全新的哈迪斯夢魘集 其實我也一直有個疑問 關卡的名字叫霸占大帝的血神 這個怎麼聽應該都是在講洛基...吧 哈迪斯沒有說過他要霸占大帝啊 而且哈迪斯也不是血神啊 不知道欸 可能只有我發現這件事而已吧 好啦 那我們焦點回到這個新系列上面 這個系列相信已經有一些人知道了 因為在故事裡面已經可以看到這些角色的身影 那我們現在也把明天會出現的角色圖 讓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我覺得當中比較引人注意的應該就是 雪來還有烏瑞亞了吧 大家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他們的技能會是什麼 目前不知道還有沒有要拯救的種族啦 龍獸已經從悲迷糊開始救了嘛 雖然我覺得悲迷糊救到的多數是龍 那獸的話有被接下來的葵內賽救到嗎 我覺得也是有些微啦 妖精的話應該就不用說了吧 那張洛達椅直接讓妖精起飛啦 如果你真的還是要說偏弱勢的種族 應該就還是獸類吧 不過這個系列看起來好像都是以人為主嘛 從2019年開始 聖鬥師新史的合作 人類就逐漸邁向一個巔峰的狀態 不知道這個系列會不會讓人類又衝到更頂峰啊 大家對於接下來這個新系列有什麼期待的 或者是你覺得新系列還有哪些角色會出現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掰噗